你们知道 我一直不是一个吝啬的人 江宾这么贵的这个系统 我一个人听有什么用呢 不如独乐乐 不如众乐乐 我邀请上海几个知名的发烧友 一起到我家来 在带上默契 就是看不清楚的前提下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什么 请他们来听一下 盲听 盲听 到底能不能听出哪一台是江宾的 哪一台是大丹的呢 我们拭目以待啦 我走 跟我走 跟我走就好 没没讲 了解 有之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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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人往右边偏一点点 再偏一点点 一点点就行 一点点 好 perfect 非常好 你这个就黄金位了 好了 根据我们刚才讲的 今天就开始这个试听了 那么你会听到两套这个系统 眼睛不要拖 这个是第一套 现在我们明放一共是三首曲子 那么 如果是有比如说深刻印象的地方 那你一下子感觉 哎呦这套好像众声很好 众声感很好 众声感非常好 对 音场的高度很不错 很不错 旋乐群的那个高度也很好 嗯哼 就是好像就是就是旋乐群没有一个罩子盖着的感觉 就是蓝打开的 OK 然后声音挺细腻的 我们现在开始看第二套系统 我们现在要问你了 你觉得这两套明放各有一些什么优缺点 以及你的判断说这两套到底怎么样 或者说你说 哎 小长我觉得这两套根本没有换过 你再骗人 这个也行 来请你聊聊第二套和第一套的区别和一些比较 我觉得最后一段女生有点区别 嗯哲仙话那套 就这样慢慢 最后一段就是第二套 我感觉口型更加清晰一点 好第二套的口型更清晰 OK 但是这两套说实话 很接近 差别不大你觉得 我觉得差别不大 嗯 特别是我听马热的 就是你第三段是马热一的吧 另一套我看看不是肖斯塔克维奇 肖斯塔克维奇 那就是肖斯塔克维奇 第五 第五 肖斯塔克维奇这一段好像就是蛮接近的 蛮接近 OK好 声场呢 我感觉两套都差不多 嗯 对我而言 就是可能你这个 在这个空间 我觉得都太满意 嗯 声场 我都觉得有点窄 都有点窄 当然你的众声都很好 众声两套都都很好 嗯 嗯 然后就是关键是就是因为你的这个低频这个氛围没有一种给我一种包裹感你知道吗 低频的这个氛围都还没有包容感 OK 没有高 所以给我感觉就像是一个书架 OK 好 很好 然后两套系统的那个中高频都特别特别好听 我觉得特别出色 特别出色 OK 好 接下来我要问的是关键性问题来了 嗯 这两套里面如果都有缺点 请问你更喜欢哪一套的声音 就让你来选 现在说送给你一套 你更喜欢第一套还是第二套的声音 那我回忆一下吧 回忆的第二套 第二套 OK 理由是什么 一句话说明 第二套好像最后女生还挺毒的 挺毒的 OK Good 第二套女生挺毒的 好 那么如果现在让你来定价的话 咱们说 如果我们以第一套 我们给你一个标准 就第一套 比如说是 我打个比方讲20万人民币 嗯 的话 请问你的这个第二套的这个系统 大概定价什么价钱 二十一万 而且差一个 虽然这样讲 就在你心目当中 你听到的声音 两者是一个级别 一个level上面 只是说有一个地方可能 个性上面略好 仅此而已 嗯 二十二 对 差不多 可以讲一下 二十一二十二万 OK 二十二十二万 好 好 现在可以脱对吧 可以了 好 现在给你看 戴着这个眼镜确实 不戴舒服是吧 所以影响这个感官 可以 好的 请你脱掉眼镜来看 好 还是微信的吧 OK 首先 今天听到的扬声器就是微信 嗯 而且 下面的低音的这个部分是加上去的 没有 没变 对吧 没变 好 然后呢 今天你听到两套系统 两套系统的唯一变化 唯一变化 哦 请注意咱们说唯一变化就是后级 OK 什么东西都没有变 咱说什么东西的意思是指 电源线信号线喇叭线 嗯 呃 前级后级解码 而且前级解码器 因为都没有变化 嗯嗯 唯一的变化就是两个后级 嗯 好 在你面前有两台后级 这个后面的那台你都认识了 Den D'Axtino先生的这个 Momentum 嗯 前面那个是 Clover Aud 就是江冰先生做的 Clover Aud 三月炒的这个后级 好 现在 你觉得 第一套是大单 还是第二套是大单 啊 第一套 江冰要笑死的啊 第一套是大单 我瞎说的 我 这个我 我 我不能就是口无这难 我觉得瞎说 第一套我随便瞎猜一个 第一套是大单 嗯 或者第二套 第一套是大单 第一套 是吗 是的 你看现在我们接的是第二套 是第一套是大单 好 现在我们接的是第二套 哦 先听听看 第二套 这个是第一套大单吗 第一套大单 那我说实话 第一套大单 就是给我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单没有给我很印象 很大的印象 很大的 或者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 江冰将冰成的特别 诚 这套大单 最好 刚刚最好 就这一套 再让我就是 你有没有对比过 你原来那个create 我没有接给客人这样听过 我自己也没有 为什么 其实 因为你很少 到来你第一时间 我第一时间 这应该是接 这首歌要听 但是 我可以这样讲 当它一开声的时候 我基本上就知道 就已经 不具备隔壁性了 所以就是一耳朵 你基本上就能够区别 没有了 这两套也是因为 为什么要拿出来 就如果能够一耳朵 能听到的 说句实话 就不需要别人 但是这两套 恰恰是在我听来 诶 各有优势 或者这两套听来 诶 不是说一套 一百分一套五十分 不是这样的情况 恰恰是这样的 或者说是有合理性 所以今天拿过来 请大家来一起欣赏 应该太新还是太新啊 可以 真的 最后一段呢 势必要听一个人声的 嗯嗯 那么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欧美人声 一个是邓丽君 不听她的一句 很好 这次还蛮说的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这里都是大叔做的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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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